江南烟雨中,雨落细如针,飘飘洒洒,朱若朱莲,晶莹剔透,喜鹊空中的沉烟,还天空一壁清澈透明的蓝,风尘中,烟雨的古镇,一派古朴的文化底蕴,雾黑的砖瓦,死鹰玉杯的棱角,灰白的墙身,紧闭的大门,庄庄为言,诉说着多少庭月深深的爱恨情求, 折射着多少达官贵人的重组人生,封藏着多少混沫如深的闺蜜心事,点点滴滴,都随烟雨飘散而去,烟茫茫,雨茫茫,烟雨茫茫奈何天,回首历史,封建了枷锁,牢牢的套住了每个人的心,高高带上的祠堂,供奉着光宗廖祖的先辈,正厅里坐着威严的老祖宗, 侧座坐着老叶夫人公子小姐,似乎一切都是孝顺的模样,谁又知,其中暗藏着多少见不得人的秘密,多少罪恶,多少违背的轮常,都随着烟雨洗尽了他们的污垢,那是一道道长长的真洁排放,在烟雨中,在烟雨的洗涤中,那些原本雪白清亮的实力,变得有些灰暗苍旧, 想象着,想象着,多少真洁可守抚到的寡妇骄傲的,从这里徐徐走过,飘动着他们洁白的手券,设置众人在许的目光,又有多少挣脱封建里叫的多情女子跪在真洁排放前,任戏语边打着他们纯洁的爱情,多少柔情,多少痴情,多少柔情蜜意,都在红尘烟雨中渐渐飘走,撑一把油脂伞, 在寂导的雨向中,哀怨又彷徨,丁香一样的颜色,丁香一样的姑娘,请问丁香一样的姑娘,你在哪里,你从识人的心里来,走进诗情画艺里去,越蓝与纸上,又挡入人们的心里,你真的存在过吗?不,即使你不曾存在过,可是依然可以想象,那把油亮亮的伞,在你的手中轻巧的旋转着, 你的心里,呼唤着风,呼唤着雨,呼呼着正如烟的江南,于是你把伞掏向空中,任它在风里雨里飘荡着,扎着两长长的马尾辫,一身修长合身的花色旗袍,花一样的年纪,花一样的身段,花一样的容貌, 呵,好美,如果我是一名男子,我定会为这样一位姑娘深深着迷,拿着随身携带的照相机,把丁香一样的你画入相片,不,那不是彩色的,我要用黑白的,那样,古色古香的你,才更令人省望。 江南的风,如此的清新一人,如此的清人心脾,带着淡淡的花香,带着丝丝的香草泥土的味道,江南的雨,如此的朦胧,如此的清新,打在脸上手上,一阵清冷的凉,江南的花,如此的娇艳动人, 如此华之招展,像杨贵妃的妇态,像貂蝉一样的清丽,像西施一样的美艳,像戴玉一样的才行,江南的水,如此的清澈,如此的动感,像一条柔滑的绸缎,如口即可粮丝甘全,江南的女子,如此的柔情蜜意,如此的多愁煞感,如此明艳动人,如此的煞解人意,江南, 承载着多少令人唏嘘的历史,江南,遍布多少如诗如画的美景,江南,孕育着多少宁谋善目的女子,江南,四季如春的江南,你在我心里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烟语图,你在我脑海刻下的,是如痴如醉的花一样的淮春的少女, 寄水流声,宛若桥安喜衣的少女,轻轻哼唱,幽慢的歌谣,飘向烟语空蒙的远方,水香的女子,软弱似水,一只发干,整起飘柔如水的长发,画像沐浴过的刘海,丝绸般柔滑细腻,每根发丝,融入了清雾的滋润,一头乌发,像极了有黑色的妆爪, 在下院的屋顶,展示她飘逸凹翔雨雨中的形态,少女,你是纯洁而向往自由的,少女,白细细嫩的肤色中,抹上了薄薄的脂粉,淡淡的,原本透嫩如水的肤色,熨染了一种圈纸般透白的厚重感,那细致如霜的脂粉呀,打不住少女脸上的红韵,那红韵像笔上的淡红的墨水,轻轻点水般,落在水白的圈纸上, 尖挺小巧的鼻子,樱桃式的嘴唇,那轻柔满妙的歌曲,穿越河流的潺潺妙音,仿佛雨滴落在宝颜上的响声,那样清脆甜美,细致动人,少女,你是自然清纯的美丽,少女,漫漫细长的眉毛下,是一双清澈水旺旺的大眼睛,从她乌黑的眼珠里,藏着轻轻的天空,跌落珍珠般的雨帘, 遥望着如鸟鸟吹烟的雾气,庄重的树立着高大威严的祠堂,弯过洁白如玉的小桥,沉醉在如绿色丝绸的小河里,眼里一片娇丘,一丝喜悦,一种怀念,一种忧愁,少女,你在想什么? 灯火阑珊处,是否有你盈盈固派的回眸,雨下深游处,是否藏着你悠长的情愫,爱上了,就难以忘记,你别了,就永远不舍,少女,你是坚强而深情的,少女,那张木把锤打着衣服的双手,柔软,修长,干净,灵巧,她喜欢绣花,拿起一根针,绕起金丝线,穿过针眼,打一个小鞋, 单的图案了然欲拼,用金矿而固定着半透明的白布,真真法,细细穿,一炷香,一枚花瓣超然出玉,两炷香,半朵花儿欲成害羞,半日光景,一朵牡丹五妹绽放,少女,你是鲜明手巧,聪慧心静的,烟雨中的女子,从雨中走来,向尸中走去,江南的朦胧,一如少女朦胧的情思, 江南的秀气,一如少女妩媚的脸庞,江南的灵斗,一如少女寒情默默的双毛,江南的细致,一如少女穿针以线而成的那朵牡丹,那些故往的繁华,历经的沧桑,沉重的枷锁,都已早早地在烟雨中融化得一成不剩, 而那些关于江南的美好故事,爱情传说,风景情节,美丽女子,还清晰地烙在人们的心里,诗里,话里,永远都挥之不去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